第四集 从单集到奇迹 空战学习传奇 空军航空大学博士生导师 李恩波教授 周末开讲 空战史上六四大变脸 权威军事讲坛感受兵家智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周末开讲 在世界空战史上 有一场空战当时让人大跌眼镜 这就是1981年6月9日 以色列空军与叙利亚空军 在黎巴嫩贝卡古地上空的那场激烈交战 为什么说它让人大跌眼镜呢 因为这场空战的结果 居然是不可思议的84比0 按常理 你要杀敌一千 也要自损八百 84比0的结果 在世界空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军事专家纷纷研究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事后经过分析 人们才恍然大悟 这次空战意义非凡 它直观地展示了空战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大变脸 表明 空战方式已经从单机对抗发展到体系对抗 那么世界空战是如何从单机对抗发展到体系对抗的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空军航空大学的李恩波教授开讲 李恩波空军航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空战史 著有航空兵战斗精神导论 世界空战发展史 空战发展哲学论等15部专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继续给大家讲空战史上六次大变脸的第四讲 孤雁南飞 在早期的空战中啊 由于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继续动作和成套的战术手段 所以当时的双方飞行员 那就像那个中世纪的骑士一样 在天空中啊 是天马星空独往独来 进行一对一的格斗 我们就把这种一对一的格斗叫做单机格斗 单机格斗呢 它是单机对抗的最初形式 那么这种单机格斗啊 主要是倚靠飞机的机械性能 特别是需要飞行员发扬勇敢精神 你比如我这里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一战的时候 法国有一个王牌飞行员 他叫纽姬萨 这个纽姬萨 他有什么固人之处呢 别对我们不说 单看他飞机上画的那个图画 足以让人瞠目结实 他这飞机上有什么图画 想都想不到 一具大棺材 赫然横尘 下面还有个骷髅头 外加两根交叉的白骨 他的战斗逻辑啊 就像这幅图画一样 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所以凭着这股蛮劲呢 他在空战中击落了45架飞机 也获得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寻找 可是啊 他的奖章也许没有他身上的伤疤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在空战中先后被击落了17次 说他体悟完腐 也许并不被过 从头到脚 几乎没有一个好地方 那么早期空战 为什么只能是单机格斗呢 其实说起来道理也非常简单 无非是两条理由 一是当时的飞机性能太差 你就没有办法来开展复杂的空战活动 二呢 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 没有这个东西 你也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络和协同配合 飞行员在空战实践中 也都很快意识到单打独斗的危险性太大 胜算很低 空战中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和演绎 所以慢慢的 空战就逐渐的从单机格斗 发展到了编队所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是谁率先突破了团团 创造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双机编队呢 是一战时期 两个天才的德国王牌飞行员 其中一个叫阴麦曼 阴麦曼这个人呢 他在空战史上最未人熟知的 那并不是他曾经击落了15架飞机 咱们实事求设的讲 这个战口的数量不多 主要是什么呢 是他创造了向上跃升 接半功改平的机动动作 历史上也把这个动作呢 叫做阴麦曼转弯 他的价值在于 由此开创了战斗机 垂直机动的这样一个新领域 阴麦曼这个小伙子啊 当时就不过是20岁出头 人年轻 但头脑非常冷静 而且善于总结战斗经验 一战中几次空战下来 他很快就认识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在空战中啊 每架飞机 由于机翼和尾机的尾翼的遮蔽 都会存在几个观察盲区 很容易因此呢 而受到低级的攻击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啊 他就开始寻求相互配合 和彼此协同的双击编队战术 一慢慢的想法啊 当时正好和德国的另外一个王牌分析员 号称空战之父的布尔克 不谋而合 于是呢 他们就组成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双击编队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当时没有无线电话 在没有无线电话的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解决先后之间的联络 和协同配合问题呢 他们当时是这样规定的 在空战中啊 左右摇摆飞机 表示飞机要转弯 前后摇摆飞机 表示飞机要爬高 或者是俯冲 在空战中啊 一架飞机是主攻 另一架飞机呢 必须在主攻飞机的观察盲区内 为他提供掩护 等等 就是依靠这种双击编队新战术啊 这两个王牌飞机员呢 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他们也同时获得了勇士十字训章 这个训章 那是德国政府第一次办法给飞机员 后来飞机的作战编队进一步发展 从最初的双击发展到三级 五级 七级 九级等 后来逐渐以三级作为主要编队形式 在此基础上 又演变出很多著名的编队战争 到了二战时期 大编队作战逐渐成为主要的空战方式 参战飞机之多 编队规模之大 达到了空前程度 那么编队空战有什么优势呢 作战飞机通过编队啊 它可以先低发现 并且防止低级的偷袭 还有一个好处 通过编队可以增大火力的密度 使攻击效率大大提高 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时期的编队方式 不管你规模有多大 飞机的数量有多多 但是从本质上看 都属于单机对抗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所说的单机对抗啊 那并不是指单纯的一对一的格斗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指在空战中 把单机作为基本的作战单元 依靠飞机的火力机动力来进行空战 所以从本质上说啊 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甚至直到越南战争前期 空战样式都属于单机对抗 那么也正是这种单机对抗的空战样式 就诞生了空战史上的大批王牌飞行员 你像一战中大名鼎鼎的德国王牌 李希特赫芬 他当时创造了世界上击落低机的最高级度 多少呢 80架 到了二战中德国王牌飞行员哈特曼尔 令人难以置信地击落了低机 352架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可是当时九个航空兵团飞机数量啊 可谓是空前绝后了 然而啊 翻看二战战时 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德国的王牌和个人的空战战机 都比其他的国家要多 可是德国为什么最终还会战败了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啊 在二战中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攻城掠地 而这个呀只能依靠陆海军完成 制空权重要不重要呢 非常重要 但是他必须转化为制陆权 制海权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啊 即使德国王牌众多 赢得了不少的空战 可是在众多因素的制约之下 法西斯德国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 单机对抗的空战样式啊 一直延续到了越南战争前期 到了越南战争后期 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成为从单机对抗 发展到体系对抗的分水力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个数据对比 在1966年到1967年呢 也就是越南战争前期 当时美军对北越 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在这个战略轰炸过程中 美军所派出去的支援保障飞机的数量 和专门打击那个运进目标的 初级飞机的数量 他们之间的比例是个什么情况呢 小于一比 也就是说呀 派出去的支援保障飞机的数量 要少于突击飞机的数量 那么到了1972年 当美国发动对北越的代号为 后卫战役的大规模战略轰炸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派出去的支援保障飞机的数量 和突击飞机的数量的比例 又是多少呢 直线上升到了4比1 个别的时候达到了5比1 大家一定很奇怪啊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支援保障飞机 为什么会比突击飞机多这么多呢 大家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是因为 这时地空导弹和雷达瞄准的高炮已经出现 由此所组成的地面纠合防空系统 威力十分强大 被美军空中力量以沉重的打击 所以美军要完成攻击任务 必须加大支援保障兵力 那么美军这样大比例的支援保障兵力 都是由什么构成 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在以前的空战中啊 侦察 自卫 干扰 突击 几乎所有的任务都由单机和单个编队来完成 所以那个时候的单机和单个编队啊 在某种意义上那是全能的 什么都能干 什么都要干 而现在呢 不同的任务 都由不同的专业化飞机来分工专制承担 你比如说 侦察机就负责空中侦察活动 电子战飞机 你就负责搜索和压制地空导弹阵地 专业化的飞机 你就负责抛洒干扰用的技术波条 那么专门的突击飞机编队 还有专门的战斗机来护航 在敌人的防空火力圈外呢 还有专业化的空中加油机 空中救援飞机等等等等 这些专业化飞机啊 那和过去的单机或编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呢 他们各自任务单一 分工明确 相互不可替代 依靠其中的任何一个机种 你都不能够单独地完成作战任务 必须在统一的指挥下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这里面呢 显然已经具备了体系对抗的初步特征 那么体系对抗 它有什么优势呢 单就越战而言 它在完成空机任务的同时 大大的降低了战机的战术率 你像1965年的时候 越军平均每发射18枚导弹 就能击落一架面级 7年后的1972年 越军要发射86枚导弹 才能够击落一架面级 但是啊 这个时期的体系对抗 还处在第一级阶段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时期的空战体系的 有机化程度低 各个作战编队之间 还不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 有效地沟通战场信息 只能够按照战前领受的任务 保持相对固定的作战队形 作战行动的程序性强 临机处置的自由度低 虽然这时候啊 就是越南战争后期 美军已经把预警机投入实战 但是这个时期的预警机 性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差 尤其是它的低空探测能力 它的战争指挥自动化程度 都比较低 不能够根据实时变化的情况 来实施一体化的预警侦察指挥 但是这种情况 随着预警机性能的不断提高 很快得到了改善 20世纪80年代 几期对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贝卡古地空战 就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经典战役 为什么说贝卡古地空战 具有转折意义呢 因为这一次空战中使用的 12C型预警机 它的性能啊 已经大大的提高 有了预警机的统一指挥 具有不同功能的多个机种 就组成了一个高度联合的有机整体 来进行协同作战 比起贝卡古地空战 1991年的海湾战争 更是让人参启 也被有人称为是 不像空战的空战 为什么说它不像空战呢 因为按照大家原来的想法呀 你萨达姆手里面 有500多架战斗机 其中有很多是先进的苏质米格系列 和法制的幻影系列 你肯定应该和多国部队 发生一场恶战呢 然而事情啊 完全出了意料 由于地面呢 预警指挥系统被压制和摧毁 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啊 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 像无头的苍蝇一样 在空中漫无目标的乱飞 而多国部队的战斗机呢 拥有先进预警机的指挥 再加上高效能的战斗机 和先进的空空导弹 那可真是如虎添翼 三下五出二 就把伊拉克的战斗机 打得七落八落 残存的战斗机 在这个时候啊 那可真是成了上天无路 入敌无门 情急之下 为了自保 有的战斗机 躲进了居民区 有的战斗机 躲进了文武古地区 还有的飞机 飞到了邻国伊朗 所以啊 一向号称是世界 第六大空中力量的 伊拉克空军 就这样 青蛤之间土崩瓦解 战争怎么能打成这个样子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把体系对抗 推上了更高的层次 为什么说 它层次更高呢 在海湾战争中啊 多国部队一共是 部署了14个国家的 2843架飞 清军每天的出动量 高达2947架次 这个出动量 那可是朝鲜战争的七倍多 越南战争的九倍多 可是啊 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战机 又是这么多的机型 这么多的机轴 再加上每天这么大的出动量 可是在空军过战过程中啊 却紧紧有条 游入一体 如果不对 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关键是 充分发挥了空战CCI系统的作用 什么是CCI呢 简单的说啊 CCI就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 战争指挥自动化系统 通过它啊 能够把敌情侦察 情报叛徒 行动决策 作战指挥 这样各个环节高度融合 从而实现 路 海 空 天 电 各个方面力量的 为一体 那具体怎么实施呢 在CCI系统的组织协调下 有多颗卫星在太空中呢 来为空袭提供通信和侦察方面的保证 预警机呢 负责空中全部战机的作战行动 对他们进行指挥协调 同时呢 监视对方的空中和地面活动情况 回顾百年空战发展史啊 我们可以看到 体系对抗 已经成为空战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而且呀 未来的体系对抗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还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意料之外 一切都在发展之中 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贤人掌部队干掉山本五十六 南联盟空军副司令死得不明不白 乙军背卡古地玩心跳 美军骑着毛驴钻山钩 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空中对抗 空战史上留下了多少经典篇章 中军航空大学博士生导师 李恩波教授周末开讲 空战史上六次大变脸 随便 横花 五次大变脸